明星快报报 明星和蔡绍芬两个女儿一起给长颈鹿头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 红星一行人选择在包间就餐 隐秘性非常好 其他游客选择在外面就餐 看到明星带娃 其他游客忍不住看红星带着孩子喂长颈鹿 张静当天戴着黑色鸭蛇帽 黑色口罩 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装 可以看到张静手里拿着相机 想必张静当天是充当摄影师的工作 为大家记录这一场旅行 张静不停在捣鼓手里的相机 看着相视为给孩子们拍照做准备 张静在绍芬一家五口出门玩 而红星只有一个人独自带女儿玩 不见张丹丰一起随行 就在蔡绍芬和红星看着手机聊得正起劲 张静坐在蔡绍芬身边像个小弟 而红星女儿独自一个人喂长颈鹿 另一旁的玻璃门正好可以看到 彤彤脸上的表情 嘟嘴一脸的伤心难过 别人都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出来玩 而彤彤只有一个人跟着妈妈来玩 爸爸张丹丰却没有出现 彤彤小小的年纪 看着相视心里装了很多事儿 或许红星只顾着和闺蜜聊天 都没有注意到女儿躲在一旁不开心吧 4月6日还有网友拍到 蔡绍芬张静一家五口就餐的照片 蔡绍芬忙着点菜 乐儿坐在爸爸张静身边 蔡绍芬两个女儿 楚儿和姓儿玩得也很开心 注意红星的女儿彤彤 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一脸的不开心 好像心里装了很多事儿一样 红星还晒出他们母女俩 在长颈鹿庄园的照片 彤彤配合妈妈开合影 可脸上不开心的表情一直都在 别人一张五口 都整整齐齐的一起出来玩 彤彤只能跟妈妈两个人出来 不管是在妈妈镜头中 还是在路人的镜头中 七岁的彤彤都在绷着脸 不开心全都写在了脸上 张丹锋和红星 因为经纪人碧莹之间的事儿 都有好几年的时间 从碧莹被开除之后 张丹锋一直没有立博取关碧莹 就在前几个月 港媒还爆料张丹锋和红星已经离婚 虽然后来 他们两口子晒出一家三口的合照 但并未直接辟谣离婚的传闻 每次彤彤跟爸爸张丹锋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笑得好开心 活脱脱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 张丹锋和红星的婚姻到底怎么样 恐怕只有当事人出来直接说清楚 说起来也很奇怪 蔡绍芬一家五口都能一起出来玩 而张丹锋事业哪有那么忙 都不能陪老婆女儿一起出来玩 彤彤那么的不开心 怎么看两人的婚姻都像出了问题一样 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再见